超有個性的貓界網紅和阿瑪 不知道征服多少人的性 尤其兩位奴才知名和禮貓 細心照料後宮七隻貓的生活 更是吸引一大票的貓奴追蹤 人氣夯到不只出了 五本書和系列周邊 更舉辦牛蛋展和見面會 即便本尊阿瑪沒有出巡 但人性滿滿人潮 因為他來現場他還是會緊張 因為我們以前有帶他出來說 可是他還會幫他準備貓殺 等他出來他就會窩在那邊 然後也不動也不上身手 然後那時候他每次回去 就是我們大概帶他出去過兩三次 然後每一次回去 而且只是那種小的記者會 或者是那種採訪而已 不是這麼大的場面 他那時候光是那樣子 他在現場表現起來都沒事 可是他回到家之後 他真的會一整個下午到晚上 他就一直自己這樣睡睡念 他應該是在罵髒話我覺得 對啊 他罵髒話 那後來我們就討論之後 就覺得這個對他來講壓力真的太大 而且他年紀也越來越大 就不想要這樣一直讓他出來 剛開始有會覺得很失望 我們就想要怎麼都沒有貓出來 可是後來他們也接受 就覺得說對啊 我們講的也沒錯 就是帶他出來也是對他一個消耗 如果真的愛他們的話 就不要這樣子想要 對 而且如果你想像你出來 大家因為想摸他 你看如果來一百個 他就會被摸一百下 那如果是你想要被摸一百下 我們之前有聽過 有聽過就是有別的貓 有一些貓他可能有帶出去過 然後他說真的帶出去 白貓都摸到變黃黃的 就是真的 有啊 就是真的一直被摸 他可能只是 因為大家手 你知道是乾淨還是怎樣 所以有時候多少會有一些髒髒的 就這樣越摸就越黃這樣 很可怕 總是推出許多有趣影片的 知名看禮貓 近來也與當紅的李柯太太 一起拍片 擦出不同的火花 李柯他嚴重的過敏 對 他打分距非常非常多 但是那時候 昨天在影片出來的時候 很多下面有一些網友就說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柯太太 笑這麼多 就是他是非常喜歡貓咪 然後跟動物的 而且很神奇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那個 像我們有兩隻貓 那個 晚長 然後跟Social Socos 這兩隻貓 平常是非常的怕生的 還是對牠 對 牠對牠真的還好 比我抱牠們還要放鬆 因為平常晚上我是沒辦法像在影片中 李柯太抱著 真的 牠那麼安然在懷疑 所以因為我覺得動物牠是感覺得到 你人的氣場 對 李柯就是一個很理性的 然後很冷靜的感覺 很平和 牠一打分距不會覺得牠很幸福 我真的覺得牠超幸福 因為牠一開始沒有講 牠沒有跟我們講過這件事 牠沒有跟我們講過這件事 牠沒有跟我們說牠會過敏 對 牠可能也沒有預料到自己會這麼大過敏 可是那時候牠還是非常敬念地 把牠覺得我們都拍完 我覺得牠打了應該有100個分跌 就是牠說不好意思 但是牠也沒有 但是牠說牠也沒關係 牠只是說 沒有牠說牠覺得 牠以後牠知道怎麼跟牠 牠老公吵架都可以來這邊 讓牠老公受虐 因為牠老公更嚴重 牠老公自己碰到就會腫起來 對 無論對作品或是對貓咪 知名和狸貓都下足不少苦心 更希望透過高人氣與注目 持續推動營養和氣養的觀念 環區樂成穎高一展採訪報導